欢迎来到话龙点经我是谭江龙来坐在我旁边的 这是真身 然后整个好好好的 而且而且去西天取经回来的张大准欢迎 大家好中秋快乐 何家团圆 今天我我我其实一直一直想要 想要扑个感觉说西游记跟中秋节有没有什么关系 你讲得出来吗你学问再好你讲得出来吗 西游记里面的确有以中秋为背景的篇章第28回 你去讲 在宝相国这个宝相国呢国王 误信的一个黄蜂怪的 这个法术或者是他的道行 就把他收入 宫廷 可是没想到这个宝相国 的 三公主 好像叫什么百花修 反正 被这个黄蜂怪 一下就给 在中秋夜 给掳走 所以 大家的明月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时候 那 就是这个 宝相国的 三公主 三公主 最痛苦的时候 因为他就是在这一天 被裸走了17年 还为黄蜂怪 生了 俩孩子 你觉得 这个中秋过得怎么样 所以你是 你来之前是有 Google过吗 Google什么东西 去年才刚刚讲完西游记 我问了这个问题是没有 是没有套招 可是就算你讲 你讲了这么多 可讲了你真的都都记得 差不多吧 那你真的是 妖怪 你脑袋 你都可以写 西游记里面 你就是要 妖怪啊 那个八十一难 凑之后 凑不满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凑上去 你要是 妖怪 我们现在翻英文不好翻 不能翻 monster 因为现在在打游戏 你要喊我boss 我是你的大boss 排名第七 因为我早上还特别 Google一下 其实整整串的西游记里面 就跟中秋有关的 就这一个 对 那你说其他的 其他的 我告诉你位置 那个就是 就很多啊 那个章 那情节就比较多 中秋是小说 中国古典小说 不能放过 对对对 避开的 可是西游里面就是 隐晦的带到这么一段 但是很重要 他他在 中秋所 获制的这个 这个 论述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 反正 只要是 小说里的中秋 基本上都不快活 啊 别人都团圆 我没有 对就是 都都有点 惆悵的感觉 中秋 你说大家欢乐的 在家 吃月饼 看看 没有这回事 还有一个就是 上元节 灯节 灯节 也是团圆 也是 也是 月上柳梢头 哎 你看 你就文化很高 哈哈哈哈 对 我也是跟 赵大师讲话 我要被拉架消遣一下 不是不是 你刚刚 你刚刚我 上元爷也是 我刚刚问西游记 那个我 我是随随便 大家千万不要以后 我跟赵大师套好 没有 我是随随便问 因为今天 今天中秋节 台湾人不叫中 台湾人叫台 台秋节 好那今天呢 今天呢 不管大陆过中秋节 台湾过台秋节 那 那我就想说 那今天他聊 聊西游记 聊黑神话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勾在一起 我想想说 这么大一篇的西游记 这么厚一篇的西游记 你们难道都没有提到 说中秋节 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那小段 而且他 而且他们不 他们并不说中 中秋节 他就用8月15 月圆 他怀念那一天 然后爸爸的铺 就是呢就摆摆宴席 然后他被抓着 大概就那一段而已 好吧来回到 回到呢今天呢 我们的我们的主题 因为 除了西游记 因为黑神话是用 西游记的背景 是 然后 当黑黑神话爆款的时候 我就问张大春说 你总可以谈西游记吧 你讲过 你总可以谈吧 就是我很想要把这个 黑神话的 黑神话今天特别是对于 西方人来来讲 因为大部分的天命人呢 毕竟都还是华人嘛 那但是希望呢 借着这样的黑神话 他的艺术性 他的音乐 音乐性 他的故事性 然后他的那种文化出海的那个味道 我觉得很很浓厚了 好那那这件事情我当然没本事谈 但是 我我倒是很惊讶 就是因为以前 没有注意到 张大春有这种的天赋 就是他的实践力非常强 就是他没有玩过以前 他是不跟我谈 不跟任何人谈 不能谈 谈一谈就露怯了 但是 但是我觉得 你要要要要要我做到你这样玩 我真的没有 没办法 好吧然后呢张大春呢 就完了 然后 你就下载了 你就完了 应该说我 下载 然后 替我的 儿子 张荣 换了他电脑的显卡 因为他 那个显卡要升级 才能玩 你换 所以 你换显卡多少钱 大概两万多块钱 你看 叶恩 跟他讲 叶恩 叶恩是我们的小便 怎么样 他刚刚都还都还教我说呢 不用换 他说去 去跟NVIDIA租资伏器就好了 对啊 只要你 只要你七分之一的钱 他没有换显卡 这个 不过我老实讲 我自己操作一定是不行的 那会 真的会 耽误你的事 我看 你节目会害你 排到第75 没没没关系没关系 因为我 我最早就 我想听你的心得 所以我就让张荣打 我就旁边 陪战 张荣是他儿子了 每一步都跟着 他被那虎先锋打了三十几次 再来再打 又躺在写池子里 就那么 我就在旁边陪的 偶尔会睡着 但是 除了手指头没动弹 基本上等于 情绪都在里面 感动得要命 真的吗 不是 第一个 你要知道 这个 所谓的3A 级的这个 Game 他是一个说法而已 可能 大概主要的意思就是 资本 对了 他们 设计的 复杂度 他不是一个标准定义 的东西 但是 说 第一次中国有了 可以出口 而且 的确是让 非常多人着迷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级的 产品 他 具备什么样的意义 我相信 他一定具备 非常丰富的意义 不是我们简单的去想说 这是西游记输出 这是中国文化的胜利 我觉得 我们可能要更细腻的去看 对 我顺便 在打 就是跟张荣 在配合的看这个 西游 这个 悟空 黑神皇悟空 我另外 做了一件事 我让 张荣 带着我去看了 两个 而且我自己试的 两个 游戏 一个叫做 Red Dead Redemption 台湾翻成 避邪 狂杀 这个杀不是沙漠的杀 杀人的杀 就是你 反正你手上有枪 你可以抢钱 你可以干嘛 但是你会被通缉 我十秒钟干掉一个 中棉花的黑人 随手干的 结果 就被通缉 他也是非常鲜活的 衣服 比如说 你在 挑到河里面去 被鳄鱼咬了 你爬上来 那个衣服上 衣服上的那个水痕 都很清楚 也就是说 在20 可能是12年 或11年 最晚不会超过2013年 这个游戏 已经 已经 爆红 而且还是一个开放式的 冒险 也就是说 你可以 从一个小镇 附近的一个小森林 慢慢延伸 扩大以后 发现你会 你的活动范围 差不多是一个郡 甚至是一个 美国的这个粥 甚至还可以再扩大 就是 就是你 那就是一个 比较开放的 冒险性很强 故事很多 那你就看你要不要 你要干好事 还是干坏事 我另外还看了一个 一个game 叫做 霞盗列车手 这个我听过 这个我听过 他是现代的 但是 也是这种 可以 就是在开放式地图上 玩 不过 黑神话 悟空 特别之处 他 他不是这种 他大概是 玩家 称的那种 所谓的魂系 灵魂的魂 大概 这种魂系的游戏 小编应该知道 就是他 第一个他叙事比较破碎 而且比较 单一 目的或者说 这个冒险的 结果 也很明确 但是你 也不需要一直来 打小怪打大怪 小boss大boss 要实际的体验 但是 他 这个游戏有趣的地方是 透过诸多细节 包括他练的秘技啊 他的武功啊 他的神通啊 他的身法啊 你可以做各种调配 你可以让你自己 打某一种棍法 如意金箍棒 那棍子 在升等成 如意金箍棒之前 那个棍法 你就必须要妥善的利用 你是打 利棍 你就站在利棍的头上 还是打批棍 还是 像 我们的 很熟悉的 一个 打 打game 喜欢给人家看的 館长 館长 他就打花棍 像轮子一样 参与了很多 对对对对 黑神花 不得了不得了 我第一次花那么长的时间 也不是很长了 一点点时间 去 去体会那个 别人怎么打 这个 是蛮 就是 因为每个玩家 都可能 自创 一套 玩吧 这个 玩game的人都知道 或者说 去会去融合 不同的 情境 对付他要打的那个对象 但是 我觉得 如果要谈 文化上面的 可能 除了打怪 或者是打 boss 之外 还会有一些 我们可以 值得谈的东西 就看你 好 所以 你在 你在黑神花悟空之前 你应该也不玩 不玩这线上东西 我上一个玩的 会说来笑死人了 是 30年前的 文明帝国二 我的文明帝国玩到 在当时是极致 跟我 当时 我的朋友里面 能够玩到那个等级的 只有一个人 叫做易志炎 是个导演 30年前 也还没有online online game 不过那是一个碟片 就一个碟片 就一个碟片 没有online 就自己打自己的 我打到什么程度 因为我 必须要那样 我才能到最后 统治宇宙 我 建筑了一个 无限大的 宇宙的航件 像那个 Star Trek 里面的 企业号一样 飞向宇宙的尽头 这是我 文明帝国二的 最后的结局 而我的 评价是 残暴的 独裁者 哎我就发现 感觉玩一趟文明帝国 我好像 就被 就读了四年政治戏 就被分析了 而且那个分析的准确度 可能还蛮高的 好 那 你在 当你开 开始 你自己实际上没参与的 就这 你作为一个player 然后你也你也玩了玩了其他的game 纯粹就黑黑神话 的这个game 就你为什么对他评价很高 我这纯粹纯粹纯粹从他的从他的设计 本本身 呃 第一个当然是他的 画面感 嗯 当然啦 小的瑕疵也有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打就发现 那个金箍 那个棍子 经过石头的时候 他不见得会弹起来 他会没入石头 画过去 这个好像术语叫穿模 对 他会有这些 会有这些小的或者 然后我认为空气墙是 是 不 不够高级的设计 就你到哪里 旁边就是个悬崖 要不你掉下去摔死 要不你就 撞到空气墙 你就发生 走不了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更成熟一点的 Game 应该日后会 会修正 会修正 那这些都 我想都不是 关键 他 重要的是他 选择这个西游记 有个背景 他的制作人冯继 跟另外一个合伙的人 对 名字我不记得 我印象中 他们在多年以前就曾经 设计过西游记 也就是说他们对于西游记这个作品 变成Game 第一个是有经验的 第二个我认为更重要 是有想法 嗯 那这个想法 在所有接触这个游戏的 Player 还没开始正式打怪之前 眼看着孙 不能说孙悟空 那个大圣 就是 西游记里面的主角 眼看着他在 在聚灵神跟熬天犬面前 马上就要被摧毁了 那个 那个阶段 会会说 那到底这是谁的故事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故事 是 不会死 明明在小说里说不会死的 大圣 但是他却 自杀了 他自杀了 自杀的方式就是把他的 眼耳鼻舌生意 六个 根器 我们说的六根 清净的根 炮 炮掉了 那炮掉了 谁呢 炮到 又被杨简收去了 杨简就是二郎神 二郎神呢 又把他分别 六个 这个根器 中的五个 交给了 五个 妖怪 藏起来 那他自己留了一个 那为什么要留一个 不知道 至少在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讨厌 二郎神 慢慢的我们一步一步的 不管是透过 故事 也就是他的呈现方式有 二D漫画 二D动画 也有这个 这个 倒白 所以我慢慢的就说好像 故事没有那么简单 这就是我说的 当有经验处理 或者有喜好处理西游记这个题材 之后 两位制作人 必然有 对于天命人 也就是继承 大圣 这个 制业 他的出现 是有想法 什么想法呢 我的 我的基本看法是 一个 这是中国人在 他的各种文化里面 最常常埋伏的一个两难 一个就是 出 一个就是 储 储就是 出来 到世界上 积极的 社会参与 要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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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呢 就是 宅居于 盐血之中 隐于 灵泉或者山林 就自修了 就是 自己顾好自己 而且有的时候 养养生 这种 这两个 似乎就是 最后我们看到 六根 如果得以在玩家所化身的 这个 小野猴子 身上 聚合起来 那 甚至 你打完一周末 再打第二周末 再打第三周末 打到第四周末 据说还有他自己的声音 也就是说他像大圣一样 有他 有他的声音 那这 这都是很有趣的象征 意思就是说 你打到第四周末 恐怕你的选择 已经不会是 回归天庭 战入仙班 头上戴着金箍棒 不是 头上戴着金箍 金箍 金箍 手上拿着如意金箍棒 成为 再一次的成为 斗战圣佛 不是这样的 你可能 就是去选择 做一个 逍遥法外 或逍遥 天外的野猴子 而且 你的能力 绝对能 保护 花果山水莲洞 那些小猴子 所以他 他这里面还 就是 隐含着 这个对于出和除 或者说 显和适 这个 这个 对不起 隐和适 包括 如何参与公共事务 是不是 大概 都 包含在 打怪的过程之中 打怪是热闹 但是后面的门道 应该是 让参与者 不断的在每一次 面对那些boss 大大小小的 打他 杀他 甚至收他的魂魄 变成自己的武器 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打的人 一定 不免会想到 我到底是出还是出 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 难道 不得不走上跟 孙大圣 一条路 还是 这个 我要变成一个 彻彻底底的野猴子 而且还真的能逍遥 这很可能 会是下一个故事 当然 黑神话后面还有 还有 还有新链 据说了 那你刚讲 他的制作团队 像冯西 他们的一些仿台 因为 反正火 都已经卖了 卖了快两千万套 而且 而且这个 这个黑神话 这个3A级的有 游戏 他出来了之后 在大陆方面来讲 看得出来 就说 在 政策性的 跟政府态度的 支持 知道的 知道这个现象级的 这个有游戏的出 出现 这不是一件小小事情 所以 所有的 所有的重要的 这些的官媒 都是 正面表 表出 然后的权力的 就是在助推 然后 也做了 访谈 那所有的这个地方的 旅游的单位 因此大火的 像接下去 十一场 长假 你3C就不要去 那边那边 铁定 铁定的都已经翻了 而且预约的 都非常非常困难